大家好,我們是玻璃兄弟 我是哥哥 我是弟弟 今天呢,有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我想要跟大家討論的是 我們公司在上個禮拜五的時候 正式跨越百年了 11月15號 百年,親中拍手 一定要這麼的fake 假裝這樣子 沒有,大家講到百年的話 都會要慶祝一下嘛 百年是一個里程碑 因為我後來稍微去研究一下 台灣製造業如果真的過百年的話 雖然真的不多,大概10家左右 10家百年的企業 我們不要把那些做什麼 那個麵粉啊,醬油啊 然後那些什麼食物的算在裡面的話 百年企業很少 可是日本呢,就很多 日本就超過100家這種製造業的這種百年企業 或者是以企業 就是公司來講 有規模的 對不對 那你大家去思考一下 我後來在想一件事情的弟弟 就為什麼台灣的百年企業這麼少 因為 你知道台灣我們正式的國民叫中華民國嘛 對不對 中華民國其實只有113歲而已 所以你要當百年企業代表什麼意思呢 你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 就開始要能夠經營 那台灣那個時候呢,其實是在日劇時代 哦,對 所以在台灣的企業 你要稱作百年企業 你要從日劇時代就開始在做 才能叫百年企業 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少 那我們這次在百年慶的時候呢 剛好 王永慶的最大的女兒 王貴雲董事長呢 她也有來幫我們做一個祝賀嘛 對不對 那王董事長在講的時候就說 台塑在王永慶她 她創立的時候呢 也不過到現在也不過70年而已 因為王永慶她創立台塑的時候呢 其實那時候二戰已經打完了 嗯 對不對 日本已經天皇說投降了 台灣那時候呢 就是不是在日劇時代統治的 那華夏玻璃真的是蠻不可思議的 是我們是被日本人要求去做玻璃 對吧 對 我們是奸商 不是 不是不是 我們來講一下歷史 那麼久以前沒有關係 對 今天主要是跟大家講一下歷史 因為我相信說 你的歷史來跟大家說一下 就是應該是 為什麼特別講到歷史呢 是因為大家可能聽了玻璃兄弟 這麼多的時間 也感謝你們的支持對不對 可是我們好像從來沒有在我們的Podcast上面 講到我們的歷史是什麼 從來就到底是怎麼樣 那雖然可能大家有可能會在新聞報章雜誌 可能有看到一些訊息 但是 比較片面一點 那今天特別就講到 欸 既然經過了百年 那我們就來講一下我們百年的歷史這樣子 讓大家也充分了解一下 好 那一開始我來先跟大家分享 我剛剛已經開頭的時候跟大家講到 其實華夏玻璃一開始是名字 不叫現在的華夏玻璃 叫做合成玻璃 那第一代的開創者 等一下 合成玻璃 對 那個合 合作的合 合作的合跟成功的成功 對 所以是合作與成功 對 當初是不是這樣想的我也不知道 可是 就是那個時候的第一代的創辦人 我們就是像現在的 這些startup的CEO 就是說你是那個開創者 對不對 廖啟明先生呢 他其實 更早以前 在1915年前就在做所謂這種 磚瓦的那種 燒搖的生意 那個時候台灣的房子呢 其實還是用所謂的磚瓦 大家 現在的聽眾 如果你年紀太小 你可能不知道什麼叫磚瓦房 磚瓦房就是說 那個紅色的磚瓦 你去那個以前古老的那個四合院 上面那個瓦片 對不對 一個一個一個把它貼上去 那就是以前的房子 在台灣是這樣蓋的 所以那個時候廖啟明先生呢 他一開始在1915年的時候 就是用所謂的這個磚瓦的這種燒烤的 燒搖的生意在做 那因為你有燒所謂的磚瓦對不對 那那時候呢 剛好日本人呢 他們要幹嘛 他們要反攻大陸啊 他們佔領台灣之後 其實要打回中國大陸人 他們的戰船對不對 需要所謂這種燈罩 那燈罩呢 其實那個時代最好 最堅硬的東西就是玻璃啊 所以那時候呢 日本人就叫廖啟明先生呢 你既然有搖爐在燒磚瓦的話 對不對 你乾脆順便一起來做一下玻璃 所以那個時候廖啟明先生 才慢慢的開始往玻璃的領域去跨境這樣子 不過在講這一段有個小插曲 在他從磚瓦轉玻璃之前呢 我們的阿祖啊 就是他非常的聰明 因為做磚瓦對不對 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對不對 做磚瓦的時候 一般的 一般的家庭有沒有 就是說普通的人 他們可能就是紅磚瓦 那可是家裡比較有一點錢的呢 他們會做什麼 他們會做客製化 會做黑磚瓦 這個是我還不知道耶 黑磚瓦 對對對 這是爸爸很久以前跟我們講的 那為什麼呢 因為黑色在那個時代呢 日本人在日系的那個情況呢 對不對 他們是覺得黑色是比較高貴的 那廖啟明先生怎麼做呢 他是把黑磚瓦有沒有 他把紅磚瓦有沒有 塗上一些特別的顏料 然後他就烤到就是黑 然後他這是什麼 這最早期的 就是說以R&D的概念 什麼 以最少的成本 對 人家黑磚瓦要特別去 從磚瓦的料 就是去把它找出適合的 然後去做成黑的 他是直接把紅磚瓦烤成黑色 他直接後加工就對了 對 後加工的方式 對對對 所以他成本上取得比較便宜 所以那個時候他就賺到第一桶金 好厲害 對對對 可是呢就是有第一桶金 要擴張窯瓦的之後呢 然後那時候二戰就開 就是說就是 打得如我如荼啦 對 然後就變成就說 欸 剛好擴張完之後 日本人他說 你這窯瓦的size可以喔 來做玻璃吧 原來是 原來是 因錯陽差去做到這件事情 那可以 可以想像 就是廖啟明先生 其實我們以一個 創業家的特質來講 他第一個 聰明 IQ是一定有的 第二個是EQ啦 我認為 就是說日本人 雖然那時候可能他心裡 也是不太願意 對不對 可是他因應的時事的需求 他就去做 比如說 軍國主義 要他去做的事情 這也是為了活著嘛 因為坦白講 你試試看 你不要做嘛 對不對 那個時候不做 那個時候你不做嘛 那你可能就被槍斃了嘛 對不對 可能就沒有我們了 好像 indirectly 好像是這樣講 沒有錯 所以說我覺得 他身為一個 就是那個時代的商人的話 我覺得他做到的一件事情 就是他不只是IQ很好啦 他的EQ也不錯 對不對 他會與時俱進嘛 對不對 然後去順應的時代的需求 做時代的洪流 去做推進 有時候我們人類 人生就是這樣子 有時候是十步我語 或是不是十步我語 就是說 這個世界需要你怎麼樣 你只好這樣子 對不對 為了生存嘛 這也是無可厚非啦 那 時間快轉一下 那從1925年開始 我們就正式成立了 合成玻璃 那那個時候呢 玻璃瓶 幾乎都是用手工打造的 還沒有所謂這種 自動化設備 對不對 那手工打造的玻璃瓶呢 就是在台灣後來戰後呢 民生經濟百業蕭條的時候呢 很多的時候 政府就需要這些東西 來去那個扶持 地方產業的發展嘛 所以合成玻璃 在那個時空被停之下呢 就不斷的發展 不斷的發展 不斷的發展 對 然後時間我們快轉到 來到了1960年代 1960年代呢 這個時候呢 第二代的董事 第二代的董事長 就是廖福帝先生呢 他也正式加入了公司 那廖福帝先生呢 他一來的時候 他看到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那個時候呢 其實有兩個時空背景 第一個呢 是 那時候的國民政府呢 就是還是在 我們叫做黨國時期啊 嗯 黨國時期就是 蔣經國 蔣中正 那時候應該已經去世了 蔣經國說了算 對不對 他說 每一個產業呢 我們就是要發展 一個產業 然後是 半官方 就是官方跟民間要合作的 對 所以那個時候呢 所有台字號的產業就出現 台字號的公司就出現 很多這些台字號的公司呢 在現在大家在買股票的時候 在台股上還是赫赫有名 就是很多的傳統產業 就那個時候出來了 第一個 像我們剛剛一開始在Podcast上講 台塑出來 做塑膠的 對不對呢 做糖的出來了 台糖 做水泥的出來了 而且是很有名的那個董事長叫 顧承韻 台泥就出來了 對不對 那當然呢 在玻璃這個產業呢 也出現了一家叫台波 就是我們的好大哥 台波他們 所以說 所以那時候廖伏利先生看到這件事情 就是說政府開始成立了 所謂這種 台字的那個企業出來 因為這些企業屬於 辦官方民方 所以他們這樣子他們其實在產業界 他們有大者恒大的優勢 這第一點 那第二點呢 用人工去做波瑞這件事情呢 慢慢的變得不是這麼的有效率 所以說開始 廖伏利先生那時候也非常聰明 他就開始考慮到怎麼樣 我要轉 半自動化 甚至未來到自動化生產 所以我們那個時候在1960年代呢 第二代的領導人 他就已經有在思考說 自動化生產這件事情 嗯 從手動到開始有自動化進來 那這個部分呢 我讓玻璃弟弟來介紹一下 因為跟他非常有關係啦 因為那個時候呢 第二代董事長廖伏利先生呢 他其實他買的第一台機器呢 我們叫做那個LB機器 Linch Baby Machine 他是從日本買的 嗯 日本語烈稀 然後玻璃弟弟你在那個百年慶上 也開始秀了一段日文嘛 對不對這邊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段日文是什麼 蛤 講一下啊 沒有這跟那個故事沒有關係啦 可是 可是是百年慶嘛 所以你在百年慶上講了一段日文嘛 對不對 你講了什麼日文 日本語烈稀 ありがとう それが 反正就講了一段 我不知道 我還聽懂你在講什麼 我講就是說 百年以來我們始終如意 先講加日文 この百年間 いつも頑張りしています これからも この道を 包みのみ 哎呦 翻譯成中文是什麼 就是這百年間我們不斷的努力 那 從今以後 這條道路 我們也會繼續前進 你剛剛講的那一瞬間呢 我有看到 阿公出現在我眼前的感覺 哦是嗎 非常的神奇啊 那 叫阿公 你的死孫子 廖文力先生 他去日本 阿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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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玩 他晚上會來找你 他 他在日本的時候呢 他就去 像剛剛那個玻璃弟弟一樣 他就在日本 學日文哦 他那時候也學日文哦 然後呢 他就開始去進 我們這叫 Baby Lynch Machine 這是最早 台灣最早一台 半自動化的玻璃生產機器 對不對 那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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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Baby Lynch Machine 到現在還在華夏玻璃的前面 哦 展示 展示給大家看 那 其實在那個時空背景 1960到1970年代的時候 這個是一個非常先進的技術啊 嗯 也可以說是在台灣玻璃業界 第一家導入所謂自動化概念的一家公司 那導入了Baby Lynch Machine之後 我們也導入了Baby Adult Machine Lynch Adult Machine L.A. 嗯 那為什麼叫baby and adult呢 其實基本上就是做大的瓶子 和小型的瓶子 對對對 就是這很有趣 這是當時 可能日本人的想法吧 對不對 就是大就是叫做adult 對 小的就叫baby 嗯 對對對 那那個時候那台機器呢 它是有一點就是半自動的 就是說吹字 吹 把玻璃瓶吹出來 那個形狀吹出來 它是自動化的 但是呢 取那個玻璃瓶下來呢 還是用人 對 對 這是一個蠻 如果大家有機會可以看 來我們這邊觀賞的話 可以看到那個機器 它本來的樣貌 我覺得其實你在google上去找 應該也是蠻 蠻容易找到的 那廖浮帝先生 他把 他等於是把 合成玻璃的工業 慢慢的導入 所謂這種 自動化工業 嗯 所以其實很早期啦 1960年代 1970年代 我們就已經往這個 自動化的工業的方向成立 那他那時候還做了一件 非常 重要的改變 就是在1971年的時候呢 我們那時候經歷了 第一次的家庭的分家 那分家的細節 那就是比較偏家族企業經營 我們就不講 好 那那個時候也是一樣 那分家之後呢 合成玻璃呢 就改名叫華夏玻璃 本來的合成玻璃 它名字可能就 歸在另外一房去做 可是呢我們這一邊 就變成是華夏玻璃 那也搬到現在的 新竹市的香山區 那個牛蒲路這邊的這個地址 所以那時候華夏玻璃 可以說是正式成立 可是 溯源起來 最早還是在1925年那個時候 對 不過關於這個 分家這個階段 這時候也是蠻有趣的抉擇 是因為 當時基本上是分兩個部分嘛 一個就是手工玻璃部分的線 還是存在的 另外一個就是 它自己開創的 半自動自動化的部分 那當時他們在分家的時候 其實那個時代 聽我爸爸說是 其實手工的產值 還是比自動化還要大 我相信應該也是這樣子 因為自動化它可能 量率可能還比手工要差 那個時候 對 可是他就是 我覺得身為一個領導者 他 能夠 要有一些 想法和遠見 因為他看到科技是在進步 而且他認為要必須要相信科技 所以他在 當時在進行分家的時候 他是選擇自動化這一塊 規模 比較小的這一塊 對 因為大家去思考一下 就是 為什麼我剛剛講說 手工的產值一定大於自動化 在那個時代 因為那個時候的technology 就是那時候的科技 可能還不是很好 或是說那時候的人 可能對於自動化生產這件事情 還不是很熟悉嘛 所以量率一定不高嘛 對對 所以說手工 可能大家都做習慣了 但產值就比較高 可是 廖福蒂先生他就看到一件事情 未來一定是自動化的天下 對不對 然後這個learning curve 可能會比較長 可是未來一定是 手工的會慢慢淘汰 然後自動化的會慢慢起來 對不對 所以在他那個時工背景之下 他選擇的產值比較小的自動化 可是也證明說 就是一個領導者 他要有他的vision跟遠見 可是事實證明 因為現在 存在的其實是滑下玻璃 要不然其實存在的會是 合成玻璃嘛 對不對 所以滑下玻璃還是 繼續存在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 第二代的領導者 他有這個遠見 去看到這件事情 對 對不對 好 那第二代 講到這個部分的 這幾個重點 那我們講第三代 第三代就是 可能跟我們稍微有點關係 就是我的父親 廖霞先生 他那個時候 其實在80年代的時候 他開始進到公司裡面去 80年代剛進來的時候 也是一個 從業務部門的業務員 然後做到經理協理 就是一路這樣爬上去的 那時候其實他做了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最重要的事情是什麼 他開始在90年代的時候 趁著那個 李登輝說 借其用人的時候 他大舉了西進 在大陸開 開疆P2開了大概 四個玻璃場 兩個模具場 還有一個洗沙場 分別是在江蘇的武錫 安徽的鳳陽 浙江的長青 還有廣東的江南 都開了所有的玻璃場 那那個時候呢 其實是台商 那個時空背景 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是台商大舉西進的時候 大陸那個時候呢 是像一片 我們講西部大沙漠一樣 人工很多 然後人工又便宜 然後呢 生活經濟水準還是在 我覺得應該是未開發的國家 坦白講 然後呢 就是凡事都很便宜 然後 感覺當地就是一個 等待被開發的一塊肥沃的土壤 可以這樣講 再加上又有原物料 你要有天然氣 要有瓦斯 要有重油 要有原料 他們都有 應有盡有 感覺像那個時候 大陸像一塊寶藏一樣 他那時候他們有自己產天然氣 是不是 大陸是有自己的天然氣 也有重油 對 那簡直就是個保障地 那所以那時候 所有的台商瘋狂的蹊徑 沒有 不好意思 不是天然氣 是煤 煤啦 燒煤 不用燒天然氣 我想說天然氣不是只有俄羅斯 不是煤 不是天然氣 是煤 所以這是一個黃金的時代 所以1990到2000年的時候 我記得那是黃金的十年 就是在第三代的董事長 第三代領導人廖小龍的帶領之下 我記得那個時候我非常 年紀非常小 那時候我已經出生了 然後我有時候我還跟我 我附近去江蘇無錫 我們去辦那個所謂的尾牙的時候 那場面真的是非常的盛大 那華夏玻璃的膨脹也非常快 在那個時候 就是說我們可能在台灣 可能在 可能一開始營收才十幾億啊 然後瞬間到二十億三十億 然後到大陸的時候 變成五十億六十億七十億八十億 那營收接近百億大關 那時候真的是一個非常揮煌的年代 就第三代 那個時候 因為跟著大陸 因為大陸那時候每年GDP成長 是百分之五%六%的時候 但 對 但除了大陸以外 當時第三代 還有做另外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跟大家分享一下 對 那個時候就是拓展 就是台灣的 台灣到世界的國際市場 嗯 對對對 喔對 外銷市場 外銷市場 他怎麼做的呢 跟大家分享一下 應該是這樣子 因為 我爸他在 就是從大學進公司的那一段 其實有一塊小插曲 什麼樣小插曲 他是說 其實他很想去美國 讀書 怎麼每個接班都有這種故事 沒有啊 因為那個時候 美國80年 現在是想想看 青年代80年代 美國是世界 就是成為這霸主強權嘛 對 那那個時候那個年代 你看有什麼 有Alvis 有沒有 有Michael Jackson 有馬丹娜 那個 想要Michael Jackson 要等一下 要來一起喔 一二三 登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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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登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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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登登登 登登登登登 anyway 這段從來來 我也不知道 反正 反正 那個時候 因為我爸小那個 常常從社會新鮮的人 開始有個美國夢 然後呢 我阿公聽到就說 喔 美國夢是吧 你想去美國讀書是吧 來來來來來 那個 當時 阿公可能也是看到就是說 就是歐美的市場 是蓬勃發展 就是說那我去美國出餐 你跟我一起來 結果呢 他 我爸一開始很期待 就想不到 只是去玩兩個禮拜 然後就說 欸 給我回工廠工作 蛤 所以他只去了 美國兩個禮拜就回來 兩個禮拜 三個禮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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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將近一個月吧 滿慘的 反正就是說 本來也會說 喔 所以要不讓我 我願意支持我去美國讀書嗎 沒有 是讓你去 玩一下 然後呢 你就可以好好去工作 對 然後呢 因此呢 那什麼 我爸那個時候就是說 在美國 他可能也繞一圈 他看到那個美國的發展 他認為 消費市場 對不對 消費市場 在 以 以著全球來看的話來講 美國應該是 未來最有 最有能夠 給華夏帶來增長的 那因為他也是業務出身嘛 對不對 所以他在回來接班以後呢 過沒多久之後 他就決定說 他要擴展這種美國的市場 那當初他怎麼做呢 他小時候常跟我們說 他帶一個提箱有沒有 去參加什麼 去參加展會 然後或者是說 用美國當地的Yellow Book 有沒有 把一些客戶的名單 把它全部寫起來 有沒有 就台商自己帶一個皮包 然後裡面 把這些資料放進去呢 還要放什麼 還要放各式大大小小的瓶子 放在另外一個行李箱裡面 就是帶過去呢 帶客戶就這樣 你看這是華夏波儀的產品 對不對 然後可能用他 有限的英文加匕首畫腳 跟客戶溝通 對不對 我記得小時候他常講的一件故事 對不對 就是說他會準備一些比較 特別的瓶子 就說底比較厚的 比較堅固的 有沒有 然後在美國市場呢 在找類似的瓶子 或是客戶現在目前在使用的瓶子 然後帶到客戶面前就說 你看 這是你現在用的瓶子 然後從 有沒有 手拿高高 然後丟到地上 破掉了 他拿滑下的瓶子 因為他底座比較厚 從高度摔下來 砰 可能沒有破 或旁邊只是有點 有個 有點就是小 就是有點小磨損而已 然後客戶看到就 Oh wow This is amazing 然後他就會跟他有興趣 跟他來討論 所以通常不會破 就沒有下次生意吧 哈哈哈哈 就是你知道 有時候我覺得這是 銷售的技巧 你 demonstrate 你給客戶看到 SELL ME YOU THIS PEN SELL ME THIS PEN 然後他說 SELL ME THIS GLASS WON'T BREAK 這樣子對不對 對對對 當然他們也知道 玻璃還是會破 可是就是當下 當然是破這種聲音 看到那個感覺就是說 欸 好像你的品質會比較好一點 比較不會破 比較不會有 就是說 在生產上有麻煩 還是在運輸上面會破 這樣子 講了第一代 第二代 第三代 還有很多東西沒有講 因為還有第四代 對不對 就是我們這一代 然後呢 還有我們在百年線上 一些有趣的事情 其他部分 我們等到第二集 下集再跟大家分享 玻璃兄弟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